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说为什么雨三唱歌的时候 能那么好看 那是因为啊 他不管长得什么样 在你眼里都是好看的 雨晨 我给你调一杯 我新年旧的酒吧 叶朗喝什么 我就喝什么 认识你这么久了 咱们还没好好一起喝过酒呢 雨晨 你什么时候跟叶朗那么熟了 要你管 不好意思啊 雨晨 我今天开车了 所以不能喝酒 下次 我就喜欢有责任心的男人 我比他有责任心啊 跟你有什么关系 对了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做中医的 像吗 还真不太像 那你会按摩吗 我最近敲补敲的 我这两个肩膀特别疼 你帮我按 在这儿 雨晨 你在干什么呢 叶朗是我兄弟 我让中医给我按摩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就这儿 好 我去看看 好 有空来我典礼 我帮你啊 嗯 生气了啊 没有 亏你还教我怎么追姑娘呢 人家雨晨都表示得这么明显啊 你一点感觉都没有 她怎么表示的 不就让你给她按摩吗 那她故意气你的 你看不出来啊 据我分析吧 我觉得雨晨可能已经 喜欢上你了 真的 你怎么看出来了 你刚刚是不是摸到她脉搏了 她提到我的时候 心思加快了 这个吧 你得自己理解就 你曾经说过 你是天上最闪亮的那颗星 所以不会这么轻易就掉下来的 你要对自己 对医生有信心啊 不管你将来的腿恢复成什么样了 你都是我们的家人 而且永远是那个闪闪发光的明星苏星 你刚训练了没几天就要放弃吗 懦弱 你自己的腿你可以选择 但你想过小爱吗 小爱 小爱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要喝药 我 我有点什么 我 我 你也 我 我 我 听说 真实变成 谎言之耳朵 微笑不代表快乐 哭泣不全身难过 现实打破 裂成什么 而我只是我 不完美的我 高峰里走过 低谷跌倒过 所以舍得 所以懂得 笑着看运气 晕落 天会发现的 你也听说 他也听说 真实变成 谎言之耳朵 微笑不代表快乐 哭泣不全身难过 现实打破 捏成什么 而我就是我 不完整的我 夜晚月暗 当天亮也 辽阔 爱过痛过 哭过笑过 谁懂我 谁懂我 疯癫背后的深刻 让我只是我 不完美的我 高峰里走过 低谷跌倒过 所以舍得 所以懂得 天下 多许一耳朵 conce空 你越来越来越难过 你越来越烦 你越来越轻越 你越来越 你越来越 越赌了 你越来越 他也越来越 他越来越 越南 越南 别挡大 你 怎么着 你们俩要打 躲远点 别让诚哥难做 听见没有 别让诚哥难做 杜蒙怎么又来了 肯定是雨萱回来求情唱歌了呗 雨萱这个人嘴硬心软 而且相比来说 他不爱唱歌更喜欢敲鼓 正好杜蒙新写了几首歌 所以从今天开始正式回来唱歌 我们来就是看看 一起排练一下新歌 好了 走了 好 走 你说你拥挽了对爱的期待 找不回来 那些年爱过的男孩 想起来还有些无奈 听说你腾露那个为了他等待 失去的爱 而结果带给你伤害 那份勇敢回不来 一起只一点点 一次次一天天 它们一样笑见很难连 而时间一纷纷在蔓延 总会有那一天 带你走到明天 我去找你 寻找你 请你有 妈 有我在 爱有风 有夜的下起来 而彩虹总会露出了下恋 我去找你 姐夫 你说雨萱还凭什么人不对我 他明知道杜猛是个人渣 还跟他会一起 这件事 我不能提到回答你 我只能说 这本身就是一件付出 不一定有回报的事情 既然选择了付出 那就要做好血本无贵的准备 我是不是该准备 运吃酒战了 我看有这个病 今天是要做什么 今天你要不要试试 这样去 他可以吗 他可以吗 来 我 试试看 好 好 肌肉发力 对 可香 让她自己来 对 请 腰部发力 对 保持 保持 对 加油 好 对 好 小心 好 对 你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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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星 你现在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咱们接下来就是多加练习 成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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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踏上了 就踏上了你人生的新的高人 谢谢皮特哥 皮特哥 时间差不多了 好 知道了 齐悦 好好表现 不要辜负我对你的期望啊 好 走 谢谢 好 我们的签约方式马上开始了好吗 我们就位 好好好 马上开始啊 好 好 我们的签约方式马上开始了好吗 我们就位 好 感谢记者朋友们的大家光临 今天 会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里向大家宣布 首先 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就是西江冷月的南一号 江流的扮演者 将由之前宣布的苏星 化为齐悦 齐悦 怎么坏人了 是真的吗 怎么回事啊 来吧 接下来我们有请齐悦 各位媒体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齐悦 齐悦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 你作为一名在选秀中 连男二号都争取不到的演员 这一次凭什么能够直接出演男一呢 现在更换男一号是什么原因 难道真的像外界传的那样 苏星真的再也站不起来了吗 来来来 那个记得放放吧 关于苏星的问题呢 我们一会儿会有时间 向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释 我自己的事情 还是我自己说为好 苏星来了 苏星来了 这次签约一事啊 是公司和投资方给我的压力 我不得不从 关于你的权益 我还在争取 没关系 星哥 你身体状况这么差 还来捧我的场 我好开心啊 好说 一家人吗 况且你换的也是我的角色 我没有理由不来哦 放心 江流这个角色 我会替你演好的 苏星 你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 难道真的站不起来了吗 苏星 马上有传 你的腿已经失去了知觉 真的是这样吗 之前我在拍大宋狭影记的时候 出现了坠马的意外 很多朋友以各种方式安慰我 支持我 为了不要让我的朋友担心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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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您能站起来吗 您能站起来吗 我 太棒了 嫂嫂 你站起来吧 我要感谢我的经纪人 皮特先生 是他给我介绍了一个 优秀的康复团队 我 伊森 你忘了吗 你要这么说 你是应该感谢我 之前有太多的谣言 说我缩心可能废了 说我两头腿 可能站不起来了 是我这辈子再也当不了演员了 所以 我想以这种恶资剧的方式 来攻破所有的谣言 在这里 我要感谢几个人 感谢齐悦 我的同门师兄弟 感谢我的经纪人 皮特先生 感谢余总 谢谢你们 谢谢他们 在我生命这段期间 给我的大力追逝 tv 屌苏 ウィマ TOM 是给我 这个事情 叜需要 这种温 chatting 想ores 他是最好的 多谢 都能够对江流这个角色 多一分了解 我希望能够把江流 变成我自己 而且 我有这个信心 任何人 都别想从我身边 夺走这个角色 今天 我要进入这个发布会 向所有关心我的朋友 以及对手 说声对不起 对不起 让你担心 抱歉 让我的对手 失望了 皮特哥 那现在苏星没事 这个男一号 到底是苏星的 还是齐悦的呢 这还有问吗 当然是苏星的了 余总 我说对不对啊 好 苏星 在我的心里 永远是最好的男一号 好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各位站在一起 让我们媒体拍个照吧 好吗 拍个合照 快快 出来 齐悦 一起 出来 来 拍照这边 好 你没事吧 只是心里觉得有点复杂 之前我拼了命地想要他站起来 但现在看他这样 得到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反而觉得有点失落 我能明白你那种感受啊 你能明白 我自己都不明白了你明白 感情的事情本身就很复杂 如果你想不明白就别想了 你别忘了 一会儿你还有个重要的考试 一定要打起精神 我会的 好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去吧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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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啊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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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索 你这次高调地付出 那就赶紧开空吧 你最近可欠了不少工作呢 行了你 别在我面前演戏了 放心吧 我这次突然回来不是来对付你的 我只是不想把本该属于我的东西 拱手让人 齐悦呢 我还没好好感谢他呢 我生命这段期间 如果不是他帮我分担工作的话 估计你早被老薛无马分输了 看你说的 你们两个是同门 干吗这么客气啊 那都是他应该做的 说到老薛 我还想跟你谈一谈续约的事情 老薛那边啊 扣放松了一点 我争取争取 能探到一个对我们有利的条件 你不是说我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吗 我向你还债了 还完债咱们再说 拜拜 不是 咱俩不耽误我 你慢点 你忙你的 我在梅亚等你 如果这两天我不去梅亚的话 别怪我 好 喂 苏欣啊 我跟你说 我考试通过了 恭喜你啊 今天呢 药膳停止工业一天 你想吃什么随便你点 小艾 我这边还有些忙 回头我打给你好吗 拜拜 快看快看 今天的新闻书苏欣站起来了 我的天哪 我就知道她肯定会站起来的 肯定是新闻炒作呀 你看看 一出现就是西江冷月南一号的签约仪式 好低级啊 还什么偏约不断 她都已经罢平了好吗 我不许你这样说她 那怎么了 她身体好就行了 之前害的我一直担心 就怕她真的残疾了 要不要三伦 还让我自己担心 我 най不要三伦 你看看 我 marching late 你能干吗 我她不够了 我去就是极其自己的 苏苏的照顾 我也想提醒你 你们俩这间的剧 看似它就在你眼前 但是 不用你提醒 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不习惯你们绕来绕去那一张 上回在医院我放你一码 那是因为我觉得你的存在 对当时的苏星 没有任何的影响 但现在不同了 苏星又回到大家的视线里了 而你 必须需要视线 说吧 要多少钱你才愿意走 大哥 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 你还在玩那么老套的招 只要能让你离开苏星 什么招我都愿意用 让我想想啊 够吗 苏星在你眼里就值这些钱啊 苏雅呀 趁着我现在心情好 最好接受我的建议 拿了钱赶紧走 如果你非要这么坚持一意孤行的话 我的手段你不是不知道 我不介意再把你炒火一次 但是这次你能不能顺利地破关 我可就不话说了 你现在怎么又突然这么关心苏星了 那他当时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 你人在哪儿 对了 你在忙着捧新人 是不是都不相信苏星会好起来 怎么现在他康复了 你就马上冲过来维护你的钱袋子 苏小艾 你不要得罪一旨 怎么 说到你痛点了 行了 你们这些人的嘴脸我也看够了 就算你今天没有出现在这里 我本来就打算要离开苏星 好 难得你有这样的觉悟 希望你尽快实现你的成路 如果再让我看到你跟苏星纠缠不休的话 我可不会这么心平气和地跟你谈条件 你最好想清楚 这话留给你自己吧 晓岸姐 喂 喂 晓岸 听说你的药剂师资格证已经考下来了 你晚上来洪许佳会吧 我帮你清除一下 不了 我累了 没什么精神 哦 那这么说 你的洪喜嘉惠的聘书也不想要了 好 我去 好 等你啊 皮特哥 我刚看到小艾姐 她来找新歌吗 她是来找我的 都解决完了 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皮特哥 那个支票是你的吧 别落下了 瞧我这脑子 把支票本都落这儿了 幸亏你提醒我 我先走了啊 嗯 小艾姐 为什么要找皮特哥 小艾姐 我们的许多好 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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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怎么知道来这里找我啊 你有多久没回家了 我去了你的上一堂没碰到 所以今天到这儿来碰碰运气哦 真是好茶配好气呀 真是应了相得益彰这四个字 小狼 妈妈始终认为你是一个有工作能力的人 这么多年你这么努力 爸爸都看在眼里 他嘴上没有说什么 但在他心里却是非常非常认可的 你爸爸年纪越来越大了 您有没有想好什么时候回去接手济食集团啊 爸 您是知道我的 我本来也没想着回家接手济食集团 悬壶济食这四个字简单明了 我相信叶佳仙人在创办济食堂之前 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 研究药理治病救人 我的能力也就在此 您让我种种草药没问题 接管集团 再说 如果我爸他真的身体不好的话 我建议他应该找一个职业的经理人来打理 小狼 说实话 我爸能把叶佳的产业做到现在的规模 真的是个气息 我不想让这个气息毁在我手里 况且我也没有这么大的欲望 我记得我爸曾经说过 一个人欲望有多大 手里就能掌握多大的东西 这里是我一手创办的 我已经挺知足的 可你毕竟是我们唯一的儿子 他是个商人 我是个医生 我们各司其职不是挺好的吗 再说了 咱们集团现在收购了这么多家老子号企业 已经上市了 这不再是家族企业了 也不存在 那也非要把职位传给我吧 况且 我爸的身体一向很好的 那就算是 看在妈妈的面子上 你也不打算让步是吗 因为我相信 您肯定不会难为我的对吧 我当然不会为难你了 那好吧 你就继续为难妈妈是不是 应该是 小ש 虽然你不想承认 但实际上 你身上有很多爸爸的影子 你做生意的眼光很不错 你这两家生意都做得这么好 很有成效 如果你愿意 你一样可以延续济世集团的奇迹 希望你好好想清楚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那好 我先走了 好 那我送你 妈 既然来了 要不然一起吃个饭吧 我们都好久没有一起吃饭了 方便吗 倒是约了个人 不过 你们早晚也见到了 女朋友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这位是我母亲 孙小艾 伯母你好 我不知道你在 所以我 不好意思 没关系 小艾呢在南方开了一个米粉店 在当地特别有名 现在会做饭的女孩子可不多呀 她是在我的药膳课我们认识的 今天呢 她正好取得了药膳师的资格证 所以我决定在这儿庆祝一下 那也是多亏了叶朗的辅导 不然我不会这么轻易通过的 她辅导只是一方面吧 如果你不自己努力的话 一定是通不过的 既然已经通过了 就到我们想 妈 我也这么想的 洪喜嘉惠这边我已经沟通好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明天就可以上吧 明天 怎 怎么 有问题吗 不是 因为我还没有辞职 不然这样吧 你给我半天的时间 我明天下午会准时来报到的 可以吗 好 妈 要不然坐下说 好 伯母 叶朗 我想要去上一下洗手间 不好意思 妈 我先去点菜 你先坐 等我啊 小岸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叶朗 谢谢你帮我报培训班 也谢谢你辅导我 更谢谢你帮苏星治疗 可是我现在真的没有心情 开始另外一段新的感情 从小镇到北京以后 我的人生好像被人推着一直走 我没有一天可以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 现在好不如机会来了 我离开苏家 有了自己喜欢的工作 我才可以冷静下来 慢慢地思考 我自己的生活 你需要什么 我觉得你愿意思考 我就有机会 我知道今天见面可能有点唐突了 如果让你觉得不舒服的话 我向你道歉 没有那么严重 我只是想说 你应该事先跟我讲 我也好准备啊 那 要不然你把这幅画送回来 很贵的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认真的啊 我说过我喜欢你 希望你给我机会 但我真的不想给你压力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谈谈你的工作吧 这里的老板有面是我 不用 这儿的老板是我朋友 我已经跟他交代过了 这里呢就是洪喜佳慧的包厢区 你的工作对内 主要是根据不同的季节 还有客人的需求 制定出相应的药膳 对外主要负责品牌的经营跟推广 我呢在这儿算是他们的顾问 所以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可以随时问我 我也会经常地来监督你的工作 洪喜佳慧的招牌在药膳界 不是空穴来风 也是他们这么多年的努力 才有的结果 希望你的加入 可以让他们更上一层楼 我会努力 不会让你失望的 送给你的 送给你的 你帮我介绍工作 我已经很感激你了 这礼物我不能收 洪喜佳慧的老板 我帮他招到这么有用的员工 他应该感谢我才对啊 还有就是 庆祝你考试成功 为时送你的出土礼物 你要是不收下的话 你不会想一辈子赖在我们家了 不是 是 来 我帮你带着 我自己来吧 谢谢 很漂亮啊 你现在可以轻松地去卫生间了吧 我去包厢的 妈 钱菜很快就上了 我给您点了一个竹孙松茸汤 你决定就好 你怎么不跟她说说 咱们家里的情况啊 是害怕灰姑娘不能接受 妈 我真的很喜欢小艾 她是我见过最温暖 最坚强的女孩 我很珍惜我跟她的感情 所以我不希望 一些外在的因素给她困扰 我也希望您可以理解我 喜欢谁是你自己的事情 不过我要提醒你 有些事情瞒是瞒不住的 迟早会知道 就算你现在无心的谎言 可能会造成将来很大的一个心结 妈 我有分寸的 来 喝茶 对 你 来 喂 喂 小爱 对不起啊 我才刚刚回家 没来得及给你庆祝 这样 明天我一定给你补上 怎么样 没关系啊 工作比较重要 你明天几点开播 我有事情想跟你说 干吗等明天啊 现在说吧 这件事比较重要 我想要当面前 那行 明天早上我在梅亚等你 你不来我不走 好 明天见 拜拜 齐悦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本来我师兄能站起来 我应该高兴的 可是现在担心你 我一点心情都没有 你呢 你不接我电话 你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想说 不知道怎么面对你而已 每次都说要给你希望 给你希望 结果什么都做不动 而且我想说 苏星他现在又站起来了 你应该就可以回到他身边 一定会 Em娘 你 seller 我 està 真 whom 墙偷草吗